今天的討論話題開始 我們就從兩岸之間的關係開始談起 現在其實共機天天來 共艦也是天天來 國防部公布了 從6月28號上午6點鐘 一直到6月29號上午6點鐘 征獲了共機23架次 還有共艦5艘次 其中有20架次逾越了海峽中線 當時進入了北部 中部 西南 還有東部空域 在這個24小時裡頭 距離最近的基隆 只有40海里 鵝鸾鼻45海里 好 如果從這個圖來看 其實再度是四面環台 當然現在有人說 這個四面環台也有人說 其實只剩下東北部 有一點點的空隙 我首先想問一下 這個立將軍 這代表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我特別要說 在軍事上的意義來講的話 你火力所到的地方 也就是他可以到的 不是說很狹隘的說 一定要兵力到那個地方 才叫包圍 而是火力能夠到的地方 就叫包圍 譬如說我們反空降作戰 我們講究的是 兵力未到火力先到 所以說我們看這個圖來講的話 事實上你不要說是很狹隘的光看 紅線所標示的 國防部所標示的 你要看他這個火力可不可以到 其實這樣不是只環台而已 我覺得現在全台來講 除了環台之外 代表我們現在全台灣來講的話 尤其是西部來講 都是在他已經火力的打擊的 所及的位置 那我們今天來看這個圖 我覺得有幾點跟大家 這個往日來講 比較特殊的一點 就是說我最近注意到 每次來講在台東外海這個地方 一定有一艘直升機在這個地方 那直升機外面一定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圖的範圍 我們只標示出我們ADIZ 就是防空識別區 因為防空識別區外面 我們國防部就不標示 那這直升機外面一定是有一艘 有一艘這個軍用的 而且是大型的艦艇 在這個地方 不然的話 他這個直升機 一定從艦艇上面起飛 那現在來講 第二個就是國防部來講 目前所公佈的 我們看到這個圖 大概是只有講飛機 但是他沒有公佈軍艦的位置 我覺得我一直強調一件事情 其實軍艦的威脅力 一定是大於飛機 因為軍艦它能夠停留時間更久 它的攜彈量更大 另外海警船它也沒有公佈 我也在強調說 海警船代表它執法能力 如果一開始的話 它可以用隔離的方式 隔離就是用海警船 對你所有船隻來講的話 如果你要進入台灣 因為這個台灣是我 屬於我中華人民共和國 依照他們的定義是這樣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港口 那你要進入之前 你一定要經過我同意 要來跟我申請 那你如果說沒有經過我申請 你要進入高雄港 或者台灣的所有港口來講的話 我的海警船就可以登船臨檢 所以我一直認為說是 海警的這種威脅能力 對我們台灣的這種影響力 一定是大於軍艦 那軍艦又大於戰機 那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看到了 主要部所公佈的是只有戰機 但它不把海警跟這個 海軍的艦艇來講標示出來 那我相信這個區域裡面 一定有海警跟這個戰艦 在這附近我們台灣周邊 來執行這種他們所謂的 戰備警巡的任務 我覺得這對我們來講 是威脅更大的 那如果說目前就看這個圖 來講的話 代表它戰機在這位置 也就是它 我們全台灣可以說西部海岸 都是在它火力打擊的範圍之內 大家要注意到 這不要很狹隘認為說你敵機要凌空 才對我們有威擇力 事實上它在這個地方就可以 全程對我們每個角落來施施打擊 尤其是我們這次來講 國防部也承認一件事情 對不對 去中心化的執管 什麼叫去中心化執管 也就是說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承認一件 國防部承認一件事情 就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 這個統一一個指揮之下做動作 也就是分區執管 授權營店長 這種戰術階層自行來開火 那代表什麼 就一開始的時候我們承認 就是我們一開始可能在我們執管 通行指揮系統 或者指揮中心 或者是通訊鏈 可能在敵人不管是硬體的殺傷 火力的打擊之下被摧毀掉 或者是它軟體的殺傷 在它電戰機干擾之下 我們可能沒辦法做指揮通訊的 各種聯絡 所以授權各營聯級 他們自行開火自行接戰 我覺得這個 這個是也是很不得已的做法 但是國防部 他講這話意思就是說 一開始的話 如果說按照這種形式圖來講的話 可能我們一開始 我們就可能第一時間之內 我們可能所有承受不了第一劑 這很明顯 那大家特別注意到 我覺得另外跟以往來講 比較特殊是這整塊海域來講的話 大家以前來講的話 我們現在看跟上面圖做一個比較 你就知道 以前來講大概是一個方塊在這邊 對不對 在這個 屏東外海的地方 小琉球這個地方 它現在今天來講很明顯 整塊海域來講 它都佔滿了 這是很特殊的 那大家可以從這幾塊圖裡面 也可以感覺出來 它不是只有一層的這種包圍 以前來講大概是只有一層 對不對 以前大概就這個地方 越過中心 現在來講的話 你看看以今天來講的話 一二三 三線等於重塵包圍 立體包圍 立體包圍就是說 除了說是飛機之外 戰艦也對我們實施包圍 那大家想想看 有沒有潛艦在下面 那必然一定有潛艦的嘛 所以說我說重塵包圍 重塵包圍就是從天上的飛機 水面的戰艦到海底的潛艦 對我們來講說 已經形成四周的包圍 在這種狀況之下 各位要曉得 我們真的是兵凶戰危 那我最近聽到有一個 去參加今年CSIS兵推的 某一位學者 他跟我講說是 今年的兵推 CSIS兵推是什麼樣一個場景 就是說如果說解放軍 隔離作戰的兵推 隔離他不是封鎖 封鎖是軍事叫封鎖 隔離是說以這個法警 他們推演一個狀況 就是說如果說是 大陸來講說 你所有台灣的船隻 必須要經過我的同意以後 你才可以進入台灣的港口 如果沒經過我同意 你就不能進入 那碰到這種狀況的話 我們怎麼處置 你知道我們怎麼處置嗎 林非凡 我一簡明就講林非凡 他在兵推上面他講什麼話 他說我們就立刻派這個無人機 到上面去空拍這種 解放軍阿靶的場景 對不對 要登船林檢 這些要進我們台灣港口的船隻 來用空拍機去拍 對不對 這代表什麼 我們只能打嘴炮 然後輸入於世界輿論 依照國際法第幾條 第幾條 果然律師性格又上升了 那後來兵推下一個階段 就是人家回答這個問題 你知道外面廠商怎麼回答 航運商怎麼回答 我們會去跟中國登記 對不對 他為了他自己船隻的安全 開玩笑我一艘船 對不對 幾百萬的美金 結果萬一如果說不小心 真的是被你打沉了 我跟誰要啊 對不對 我跟你台灣要嗎 你台灣會陪我嗎 那我當然就去跟 解放軍登記啊 就兵推的結果 那時候請問那些航商 就你這些船隻 你如果說是解放軍要求 大陸要求你這樣做 你們會不會去跟大陸 那種航運局登記說 我今天這艘船 從什麼地方來 要到台灣的什麼港口去 然後去登記 帶著哪些貨物要不要去登記 那些航運商全部都要 所以我覺得我們台灣 就是處於這種現實狀況之下 那如果說是解放軍 大陸採取這種隔離政策來講 我們台灣如何因應 那現在就很明顯 他已經他已經就位了 那接著下來就是 他會不會做這方面的宣佈 如果他做這方面宣佈 那試問你美國能怎麼辦 你再派一下R7135 到這邊來宣示一下嗎 我覺得這都沒有用 你一下R7135來 能夠提供什麼幫忙 我覺得他如果還隱藏 要登船檢查 他就登船檢查 我們台灣也無可奈何 這是我們台灣必須要面臨的 實際一個狀況 而不是光靠你嘴巴去講說 我派空拍機 派無人機去空拍一下 然後訴諸於社會輿論 有點 你不要把自己台灣菲律賓化 菲律賓就是幹這種事 就是我去碰瓷 那我們台灣要不要做這種動作 我覺得我們民眾要有這種認知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出發 太陽星全家 為個缺少充斗 禮的方面 確認